同学们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 Session B Financi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 在上一章节 Session A当中 我们带领大家了解了 什么是财务管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财务管理的外部环境 都有哪一些 大纲对于我们这张的要求 我们来看一看 都有哪些相应的知识点 第一个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for Business 我们要了解 企业经营所处的 商业环境是怎样的 第二个 我们要了解 The Nature and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金融市场 我们要了解 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 它所扮演的角色 是怎么样的 第三个 我们要了解 The Nature and Role of Money Market 我们重点要学习一下 货币市场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企业经营所处的 这个外部经济环境 第一个 Macro Economic Policy 我们要了解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都有哪一些 首先第一个 Economic Policies and Objectives 我们要了解 都有哪一些经济政策 和经济目标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定义 什么是宏观经济 什么是微观经济 Micro Economics 什么是微观经济 微观经济 大家从宏观和微观 这个中文字面上 我们就能了解 他所关注的是一个 Individual 所以 Micro Economics is concerned with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Individual Firms and Consumer or Household 所以他关注的是 单个企业 消费者和家庭 他们的经济行为 所以他关注的是 更细节的这个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什么是宏观经济 Macro Economics is concerned with the Economic at Large 宏观经济 他关注的是一个 Large 更大层面的 And the Behavior of Large Aggregate 他关注的是一个 聚集的经济现象 和经济行为 Large aggregates such as the National Income 国民收入 是从更宏观的层面 去了解 And the Money Supply 国家的这个货币攻击量 And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这个就业率的 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所以 微观经济 关注个体 关注个人的经济行为 而我们的宏观经济 他关注的是一个 国家层面的 是在一个 Large Aggregate Level 好 就是这两个术语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带领大家 来看一看 四大经济目标 和经济政策 首先我们来看 四大经济目标 Objectives 我们用这个图示 给大家呈现了一下 如果屏幕前的你 非常关注我们的 这个时政新闻的话 每年三月份 全国召开两会的时候 你注意去看 总理的工作报告 我们这里的 四个经济目标 都会出现在 总理的工作报告当中 我们来了解一下 哪四大经济目标 首先第一个 Economic Growth 促进经济的增长 平稳上涨 第二个 控制通货膨胀率 控制通货膨胀率 其实就是控制我们的 物价 让老百姓 让人民的幸福指数 更高 第三个 Full Employment 提高我们的就业率 也就是降低我们的 Unemployment 降低失业率 确保人人都有工作 人人都有收入 创建一个和谐社会 第四个 Balance of Payment Stability 这个是针对我们的 这个进出口贸易 确保我们的 国际收支平衡 好 这是我们的 四大经济目标 经济增长 控制通货膨胀 确保就业 以及国际收支平衡 好 再来看一看 我们都有哪一些 经济政策 我也给大家用 这个图示的形式 表现出来了 四大经济政策 首先第一个 是我们的货币政策 第二个 是我们的财政政策 我们的财政政策 第三个 是我们的 Exchange Rate 我们的汇率政策 我们的外汇政策 第四个 是我们的国际贸易 External Trade 好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 Fiscal Policy 先来看一下定义 Fiscal Policy is an action by the government to spend money or to collect money in taxes 所以 这个财政政策 是政府的行为 它通过 政府的支出 通过收税的这个形式 with the purpose of influenc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政府通过财政支出 和税收 来调节 我们整个的国民经济 我们分别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政府支出 什么叫做税收 Government spending 政府的支出 injection to economy 这里用了这样一个动词 政府的支出 意味着是往经济当中注入资金 那么换一个角度 taxes 政府收税 大家想收税 是不是在往经济当中去抽取资金呢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这个词 叫withdraw from the economy 所以政府的支出 和政府的这个收入 我们分别用了injection into economy 和withdraw from the economy 来形象的表达 一个是往经济当中注入资金 另外一个是从经济当中 抽取资金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整个的这个政府行为 对于经济 它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 if government spends more 政府提高它的这个财政支出 会increase expenditure 如果政府提高这个spending的话 会increase expenditure 从而raise demand 它往经济当中注入更多的资金 来刺激需求 提高需求 这个属于expansionary policy 扩张型的这样一种政策 那么从税收的角度 我们同样也来看一看 如果说政府注意reduces tax 降低税率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 提高政府支出 如果政府降低税率 减少税收的话 会stimulate demand 它会刺激消费 大家想一想 当你少交税了 你手里拿到的钱 是不是更多了 有了更多的钱 你就有了消费的需求 所以政府通过降税 这样一个举措 从而来刺激需求 因此它也属于 扩张型的这个政策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反向行为 如果政府是raise tax 提高税率 增加税收 或者是减少财政支出 那么大家想 那就是一个反向行为了吧 它是希望reduce demand 降低需求 减少需求 这就属于一个紧缩型的政策 contractionary policy 好 我们通过政府的这一些 提高支出 降低税收 或者减少支出 提高税收的方式 来影响我们的这个经济 好 这就是我们的财政政策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 Monetary policy is the regulation of economy through control of the monetary system by operating on such variables such as money supply the level of interest rate and conditions for availability of credit 那么简单来说 我们的货币政策 它是通过我们的货币变量 比如说我们的货币供给量 比如说我们这个利率水平 从而来控制我们的货币系统 最终实现一个对经济的管理 regulation of economy 好 这是我们的货币政策 那我们来看一看货币政策 它是具体如何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政府如何通过控制 我们的这个货币系统 来实现对于经济的这个管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货币供给 我们的第一个变量 Money supply increase 如果提高市场上的这个货币供给量 那么势必会导致物价上涨 我们的物价上涨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工资收入上涨了 当你工资收入上涨了 也就意味着你手里可分配的这个资金多了 是不是你的需求就上涨了 OK 经济就越发繁荣起来了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变量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变量 interest rate 它的影响 interest rate h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economy activity 那么利率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啊 还有着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 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 假设说现在国家提高了利率 interest rate rises 那么提高了利率意味着 我们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 是同时上升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是希望将自己的钱 存在银行里 因为会带来比过去更高的回报 所以这个时候存款是上升的 saving rise 那与此同时呢 贷款利率也上升了 这个时候去贷款就不合适了 所以我们这里呈现的是 贷款是下降的 borrowing full 那么与此同时 由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了 大家都把钱存在银行里 想获得更高的回报 那么消费的需求就下降了 消费的需求下降了以后 供大于求 我们的物价就会下降 那么物价下降了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通货膨胀率 也是下降的 所以我们通过调节这样的一个利率 来对我们的经济活动 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interest rate policy and the business 利率政策与企业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联 关联非常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演示 首先当利率上涨的时候 interest rate rise 那么对于企业而言 cost of borrowing rise 贷款成本 或者说债券融资的这个成本是上升的 那这个时候企业的管理者就会考量了 他本来是想去银行贷款 用带来的这个资金进行投资 进行长期投资 进行扩张等等 但现在国家提高了利率 贷款成本上升 管理层一评估 我们后面会带领大家 学习投资评估的一些模型 管理层通过这些模型 再去分析发现这个贷款成本太高了 可能我这笔投资未来是不挣钱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管理层会 deterring business investment and expansion 他们的投资 他们的扩张计划都会搁置 推迟 可能甚至会取消 所以作为企业的这个财务经理 你一定要实时关注我们这个外部环境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通过这些变化 随时来调整我们的财务管理工作 好 这就是我们的monetary policy 我们的货币政策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政策 exchange rate 我们的外汇政策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exchange rate 什么叫做汇率 exchange rate is the rate at which one country's currency can be traded in exchange for another country's currency 说白了就是两个国家的货币 以特定的这样一个水平来进行交换 a国家的货币来换取b国家的这个货币 那么我们兑换的这个比例 我们就叫做汇率 exchange rate 那exchange rate受什么影响呢 determined by supply and demand i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那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汇率 它受到我们外汇市场上 供需关系的一个直接影响 通常呢 政府在这个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government manage exchange rate to influence import and export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政府通过对汇率的这个管理 从而来影响国家的进出口 以及国际收支平衡 好我们来看一下政府的外汇政策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consequences of an exchange rate policy 第一个 to rectify a balance of trade deficit 去调整我们的贸易逆差 大家注意 trade deficit代表的是国家的进口大于出口 进口大于出口 这个时候如何通过我们的外汇政策来 调整这样一个进口大于出口的状况呢 那这个时候使得本国货币 贬值 fall in the exchange rate 本国货币贬值 利于出口 所以stimulate export 刺激出口 从而来调节这样一个原本进口大于出口的情况 好第二个影响 to prevent the balance of trade surplus 那么trade deficit和trade surplus 是互为对应的 trade surplus意味着我们的出口 是大于进口的 是大于进口的 export大于我们的import 那么如何去调整这样一个状况呢 我们使得本国货币升值 limited 当然注意是有限的 limited rise in the exchange rate 本国货币升值利于进口 所以它是stimulate import 提高我们这样一个进口的这个比例 从而去调整我们这样一个trade surplus的情况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to stabilize the exchange rate of currency 使得本国货币的汇率呢 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水平 as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will then face less risk 无论是对于这个国家当中的进口商 还是出口商而言 他们都希望汇率能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水平 这样可以减少risk of exchange rate 通过降低汇率波动的这种风险 从而来减少企业的利润损失 a stable 所以a stable currency increases confidence in a currency and promotes international trade 稳定的一个外汇政策 能够增强货币信心 从而促进国际贸易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外汇系统 exchange rate system 那么在这个系统当中呢 我们将汇率制度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fixed exchange rate 固定汇率值 第二大类我们叫做浮动汇率值 floating exchange rate 那么什么叫做固定汇率值 它指的是一国政府将本国货币与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挂钩 规定本国货币只能围绕着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小幅的波动 比如说在中美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通常都是直接与美元挂钩 所以他们的汇率是围绕着美元小幅的波动 这个叫做固定汇率值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浮动汇率值 浮动汇率值呢 我们又将它分成两类 两个细分 一个是managed floating 有管理的浮动 另外一个是freely floating 自由浮动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其实有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 他们两者最大的差异 就在于政府的这只无形的手 那么有管理浮动 它指的是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会明显的干预市场 通过调节货币的供给和需求 从而对汇率进行个管理 freely floating 它也叫clean float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鲜少 很少会对市场进行干预 那么汇率呢 它是由市场上货币的供给和需求 来进行决定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freely floating 自由浮动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汇率完全是由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在自由浮动汇率制下 政府极少会干预市场 所以这是我们外汇系统当中 两个不同的制度 固定汇率制和我们的浮动汇率制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exchange rates and business 汇率对于企业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a lower exchange rate 也就是本国货币贬值的时候 domestic goods are cheaper in foreign markets 在国际市场上 本国的商品更加便宜了 大家想一想 当本国商品更加便宜了 是不是更多外国人愿意购买我们的商品了 因此当他们愿意购买我们的商品的时候 意味着我们的出口是上涨的 我们出口不断的上升 那换一个角度来说 当我们本国货币贬值的时候 foreign goods are expensive 那么国外的商品对于我们来说 变得格外的昂贵了 当它变得贵了 我们想买的欲望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时候demand for import 我们进口的需求就下降了 那么这样一个汇率的变动 对于企业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一家企业它需要从境外进口原材料 这个时候进口的原材料将会变得格外的昂贵 are expensive 那如果说你不得不买 你买进来了以后 你的成本会上升 原材料成本 你的生产成本就上升了 这是本国货币贬值 对于企业而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出口型的企业 在本国货币贬值的时候 你的出口量是会大增的 第二种情况 a higher exchange rate 当本国货币升值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看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domestic goods are expensive in foreign markets 我们本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 它会变得比较昂贵 当我们的商品变贵了 别人来买我们东西的这个需求就下降了 所以这个时候demand for export falls 我们的出口需求就下降了 那我们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变贵了 那这个时候外国商品在市场上就会变得便宜了 当它变得便宜了 我们想买的欲望是不是就提高了 demand for import increase 我们的进口需求就增加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如果一个企业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材料 这个时候进口原材料将会变得比较便宜了吧 所以生产成本是下降了的 那么也就是你的profit可以上升 好这是我们汇率的这个变化 对于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1.2 competition policy竞争政策 那政府对于市场的这个影响的方式呢 有多种多样的 in various ways 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通过直接影响 直接管理 director regulat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regulation any form of state interference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free market 对于我们自由市场的一个干预 任何形式这个干预 我们叫做regulation 比较常见的regulation 对什么方面进行干预呢 需求 供给 对于价格 对于利润 数量 还有对于市场的进入和退出等等 都属于regulation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与regulation密不可分的一个概念 monoply 垄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一个企业获得了一个垄断地位 可以为它带来哪些好处 当然可能有同学会问说 垄断不好呀 你所说的垄断不好 是针对你是消费者的情况下 你认为垄断不好 而如果一个企业 它获得了一个垄断地位 是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在in certain industry 在特定的这个行业 如果说一家企业能够获得一个monoply的这个位置 首先能带来的第一个好处 规模经济效应 economies of scale 这个知识点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什么叫做规模经济效应 随着这个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 我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出 我的单位成本是不断下降的 那么大家想 当你的成本在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如果你维持利润不变 利润是持平的 不变的 这个时候 你的售价是不是可以不断下降呀 你能确保你的利润 你可以用降价来打压你的这个市场同行 好 第二个advantage establishing a monopoly may be the best way for a business to maximize profits 我们前面提到了盈利性组织 它的首要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那如果说一个企业能够确定这样一个垄断地位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使得利润最大化呀 我们刚才讲了 因为它获得了规模经济效应 所以它的成本是不断下降的 如果说我们维持价格不变 就是善良一点啊 维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利润是不是在不断的变大 那换一个角度 如果说它还提高这个价格的话 那么利润空间是不是就更大了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使利润最大化的一个绝佳的方式 就是取得一个垄断的市场地位 取得垄断地位呢 可以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advantages 那么与此同时呢 它也会有adverse consequences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 Companies can impose higher prices on consumers 对谁来说是不利的呀 对于消费者而言是不利的 因为一旦一个企业在市场当中 它获得了一个垄断的地位 它可以任意的抬高商品的价格 那么这一些高的价格最终被谁默默承担了 被消费者 所以第一点对消费者是不利的 第二个 The lack of incentive of competition 因为已经取得垄断了呀 因为已经独孤求败了 所以它缺乏竞争的动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企业have no incentive of improve the products or offer a wider range of products 缺乏这样的一个竞争机制和动力之后呢 它就没有动力继续去改进它的现有产品 也没有动力去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这个产品 这对于企业而言 高枕无忧不会持续太久 好 第三个不利的影响 There is no pressure 这个公司没有压力了 什么样的压力呀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resources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的压力 因为已经获得了较高的利润 所以在这个时候 企业不会再想着说 如何去提高它的各项资源 人力物力财力的一个最大化的使用 好 这是垄断的adverse consequences 不论是对于消费者 对于市场 还是对于取得垄断地位的这个企业自身 它都会有不利的影响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市场竞争当中的第二种情况 Oligopoly 挂头垄断 先来看一下挂头垄断它的定义 那英国的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 它是这样定义的 什么叫做Oligopoly呢 它指的是Explicit or Implicit Collusion Collusion 指的是共谋勾结 Between Firms 那么挂头垄断 一定是两家或者两家以上的公司 在一起勾结 那么勾结的目的是什么呢 Who together control the markets 一起来对市场进行一个操纵和控制 那通常一旦出现了这些迹象 政府将会对市场进行干预 怎么干预 政府会展开调查 当然政府的调查呢 不是一个自动的 Not automatic 它们首先要有一些确凿的证据 所以 Once the case has been referred The authority must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e monopoly is acting against the public interest 那么确凿的证据是什么 如果确认我们这样的一种现象 或者说情形 它损害了公众利益 违背了公众利益的话 那我们将它定义为寡头垄断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 政府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那我们来看一看 针对寡头垄断都有哪些措施 第一个price cut cut嘛 把它的价格给它降下来 因为一旦几家公司联合操纵这个市场的话 他们很可能会将价格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那么政府会将它们的价格降下来 cut 砍掉一部分 使它恢复到一个合理的市场水平 第二个 price and profit control 对这个企业的价格和利润进行一个控制 将它们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否则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和影响市场竞争 第三个 removal of entry barriers 政府会移除 政府会消除这个市场一个进入的壁垒 一旦进入壁垒拆除了 相当于是一个古城拆除了城墙 会有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参与进来进行竞争 也会削弱我们这样一个寡头垄断的情况 那么第四种政府进行的这个干预是 the breaking up of the firm 对这些企业进行一个强制的拆分 当然这是属于相对比较少见的 最后一种干预措施相对比较极端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相对会少一些 但在历史上也真实的存在过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知识点 merger 兼并或者并购 可能有同学会问了 为什么兼并和并购会放在 competition policy这一块来讲解 那么我们在这里想给大家讲的 这个merger指的是同行业 同行业的兼并和并购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需要大家记住的 如果一场同行业之间的收购 可能会导致收购后的这个公司 所占市场份额大于等于25% 那么他们将引起政府的注意 政府将会对他们进行调查 什么调查呢 垄断 所以这个25%的这个数字 大家一定要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如果我们考试的时候遇到一个题目 如果A公司收购了一个 他非常有实力的竞争对手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这是一场同行业收购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关注 如果题目告诉你说 A公司所占市场份额20% 他要收购的这个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是10% OK 20%加10%等于30% 超出了25% 那么这样一场收购 可能会被政府盯上 政府将会对他们展开反垄断调查 那通常政府所做的这个反垄断调查呢 是比较花费时间 take several months to complete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在政府调查期间 这样一场并购案将会搁置暂停 那么这个时间将会给我们的被收购方 一个宝贵的机会 当然我们的前提条件是 我们这个被收购方是不希望被收购的 如果他不希望被收购 他将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来组织反击 怎么反击 大家来想一想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自己的这个业绩 我们可以增加股力的发放 我们让市场对我们更有信心 一旦市场对我们更有信心 股价是不是就上涨 股价上涨了 那么收购方的收购成本是不是就上升了 那很有可能由于收购成本的上升 这个收购方会放弃 the acquired will abandon its bid 放弃这场收购 一方面收购成本的上升呢 可能会超出收购方的预期 另外一方面 那么收购方他也不太想陷入一场 由政府介入的旷日持久的反垄断调查 他不想在这里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 可能最终会选择放弃 所以time consuming 那么这一块关于merger 大家需要记住的一个是这个25% 同行业收购如果涉及到 未来的市场份额大于等于25% 政府会介入调查 那么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 如果被收购方是非自愿的 他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 来阻止反击 从而迫使我们的这个收购方 放弃这样一个收购计划 除了垄断和挂头垄断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restrictive practices 限制性行为 一些国家针对扰乱阻止 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一些行为 会采取相应的立法约束 我们将这些行为就称之为叫做 restrictive practices 限制性行为 说白了就是政府不允许出现这类行为 好我们来看一看常见的 restrictive practices的例子 第一个 price fixing agreement 我们叫价格垄断 大家可以从这个fixing这个词 就能看出来了 那么它指的是一些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之间 达成了一个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呢 协议的内容是价格 那么也就是几个竞争者 勾结在一起 将价格固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无论消费者去谁家购买 这个商品或者服务 都是一样的价格 他们通过这样一种手段来 操纵价格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所以这是第一种政府禁止的 这种限制性行为 好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我们叫predatory pricing 叫掠夺性定价 一说到这个掠夺 大家可能会马上想到什么 侵略者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掠夺性定价 通常能够进行掠夺性定价的 都是市场当中的大玩家 一般会在市场当中 占据一个主导地位 或者支配地位 那么他为了赶走 挤走他的竞争者 或者恐吓潜在的竞争者 他会将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 定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low prices 有的时候定的这个价格 甚至于会低于他的这个成本 而他在市场当中 占有这样一个支配地位 他是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 低于成本的价格的 所带来的这个损失 而他的潜在竞争者 或者现有的竞争者 在市场当中 没有占据主导或者支配地位 他们无力承受这样的这个结果 最后只能被迫离开市场 而一旦掠夺性定价的目的实现了 那么这个企业又会将价格抬升 恢复到之前的价格 甚至高于之前的价格 以弥补他在low prices的时候的这个损失 以上两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限制性行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Deregulation 前面我们一直在不断地讲 Regulation 指的是当我们市场当中 出现了一些阻碍竞争 扰乱竞争的行为的时候 政府这只无形的手 会伸出来进行干预 确保市场竞争是公平的 那当我们市场当中的 这个竞争力量不足的时候 政府这只无形的手 又会出来进行相应的干预 进行Deregulation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Deregulation 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入更多的竞争 引入更多的竞争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手段 第一个 Remover or weakening of statutory regulation 可能会废除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 或者削弱这些法律法规 对于市场活动的约束和限制 第二个 Allow free market forces 引入更多的自由市场力量 从而来使得这个市场竞争是更加繁荣的 这是政府常用的两种Deregulation的手段 那我们来看一看Deregulation 可以带来哪些benefit 第一个 Improve the incentives for cost efficiency 因为市场当中的参与者越来越多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所以每一个参与者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降低成本 所以从而提高了这样一个动力 大家都希望能够降低成本 提高自己的利润 第二个 Improve the allocated efficiency 提高了我们的市场资源的分配有效性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竞争 competition keeps down prices closer to marginal cost 我们通过这样一些强劲的激烈的这个竞争 使得产品的价格是逐渐趋近于它的边际成本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optimal output 当我们的价格接近边际成本的时候 企业的产出理论上就应该接近optimal output 最佳的产出水平 或者最优的产出水平 好 这是Deregulation给我们带来的两大好处 第一个 促使大家都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 第二个 提高了资源分配的有效性 接下来我们了解下一个知识点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什么叫做私有化呢 那么指的是在一些特定的这个行业 之前这个行业是由政府所有的 或者是由政府来经营的 现在呢 我们引入更多的private enterprise 私有企业来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 其实说白了就是提高竞争 好 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常见的私有化的形式 第一个 Deregulation of industries to allow private firms to compete against state-owned business 那么对一些行业解除限制 解除管制 允许更多的私有企业进入到行业当中来 与国有企业进行竞争 比如说哪些领域呢 像我们的公共交通领域啊 还有我们这个邮政领域啊 那么私有企业的进入呢 会为这个行业带来新的火力和生命力 好 第二种形式 contracting out 那么这个contracting out 就是外包 outsource to private firms which were previously done by government employees 将一些之前由政府来做的事情 我们外包给private firm 让他们来做啊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refuse 垃圾回收呀 还有医院的这个洗衣房的工作呀 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并且这些private firm 在这些特定的领域 都是有自己的专长的 所以第二个 我们是之前由政府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外包给private firms 第三个 transferring the ownership of assets from the state to private shareholders 那也就是 将我们的所有权 从政府的转到我们的 private shareholders 所有权的这个转换 所以我们的privatization 一共分成这三种形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私有化的优缺点 首先第一个优点 引入了竞争 increased competition 从而可以提高 我们资源使用的效率 第二个 让这个行业更有成本意识 因为这个时候 所有者已经从政府变成了股东 那么股东的目标是什么 股东财富最大化 所以是希望企业不断的 降低自己的成本 提高这个利润 使得股东财富可以最大化 第三个 provide immediate source of fine immediate source of money for government 由于我们的所有权 从政府变成了股东 那么就实现了 这个资产的变现 能够为政府 快速的提供资金 那么第四个 有效的降低了 管理当中的一些官僚作风 最后一个 所有权更加的广泛 wider share ownership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缺点 第一个 一般来说由政府所有的这些行业呢 它都是为了给我们公众提供服务的 respond to public interest 那么一旦把它放开了 引入了更多的私有力量之后 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的 public organization 它们的首要目的是 为公众提供有效的服务 而一旦把这个领域放开 引入了更多的私有力量 变成了盈利性组织的话 它们的首要目标就是 股东财富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 那可能在这种情况 会损害我们公众的利益 第二个 encourage private competition can cause potential monoply operation 一旦我们允许了竞争 引入了竞争 鼓励了竞争 可能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出现垄断 那么出现垄断 会对于我们的服务对象 我们的消费者 产生不利的影响 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1.3 government assistant for business 政府的资助 政府的扶持 那通常来说 政府扶持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第一个 high technology area 高新技术行业 第二个 high unemployment area 失业率较高的一些区域 政府通过资助和扶持 来帮助人们尽快地找到工作 维护这个地区的稳定 第三个领域 economically depressed area 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或者说经济相对比较低迷的区域 好 第四个领域是 selective firms and industries 一些特定的公司 或者说特定的领域 比如说机器人领域 比如说我们的光鲜领域 所以这是政府扶持 主要关注的四个领域 好 我们来看1.4 green policies 绿色政策 一般来说绿色政策 都是与我们环境保护 并且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讲到的 这些policy是与pollution 与污染相关的 那与污染相关的政策 我们这里给大家讲三类 第一类叫polluter pays policy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叫 谁污染谁买单政策 第二个 subsidies 政府的补贴政策 第三类 direct legislation 直接立法干预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个 与环境相关的单词 叫externalities 叫界外效应 界外效应 那什么叫做界外效应呢 are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s on third parties resulting from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ctivities 通过生产活动 消费活动 对于外界 我们这里讲 third parties 对于外界产生的积极 或者不利的影响 我们把它称之为界外效应 我们以生产为例 比如说是一家化工厂 它可能会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向外排放废水 废弃 那么这个废水 废弃 会对当地这个居民的生活 造成危害和影响 那么这里我们讲到 river pollution from various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那么生产活动 对外界产生的 negative effects 那么再来看消费 consumption 比较常见的就是 我们购买汽车 我们只要开车上路 就会排放尾气 尾气的这个排放呢 会污染环境 还会对人体健康 产生危害 所以这是我们 首先要了解的一个 专有名词 界外效应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我们了解了 这个界外效应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针对这一些 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我们如何采取 政策上的这个保障 好 Solutions 第一个 levy attacks on polluters 直接对造成污染的 这一方来进行征税 那么征税 这个税额定在多少 我们这里也给了 大家一个方案 征多少呢 equal 给了一个等式 等于多少 to the cost of removing the effect of externity they generated 也就是当你的生产 经营活动 对我们的环境 造成了这个伤害 我们为了消除 这样的一个影响 要花费多少的 成本 这就是你要交的税额 所以我们把这个政策 叫做 polluters pay principle 谁污染 谁买单 治理这个 你造成的这个伤害 所需要花费的成本 由你自己来支付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解决方案 第二个解决方案 the application of subsidies 提供这个补贴补助 那比如说 有一些这个行业 我们通过这种政府补贴的方式呢 来persuade the polluters to reduce output 减少产出 当企业的生产减少了以后 对外界的这个伤害 无力的影响也会减弱 好 再来一个 或者呢 政府也可以帮助这个企业 去改善它的一些生产流程 比如说帮助他们去添置新的环保型的这个设备 比如说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去安装 加装一些空气净化的污水处理的这些设备 最大可能的降低污染程度 reduce level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solution 第三个solution impose legislation 直接立法 那么通过立法来制约这些经营者的这个行为 如果你在垃圾处理 废水处理 废弃的这个处理上 做的不利的话 很有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这里我们讲的是 针对这样一个界外效应的绿色政策 好 以上是我们学习的三个green policies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一个企业非常注重环保 它严格遵守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olicies 严格遵守环境友好的政策 会为这个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觉悟和意识是不断提高的 那有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环境保护 关注保护地球 那如果说一个企业 它的潜在消费者 也就是还没成为它的消费者 知道这家企业 它非常的注重环保 那么这些potential customer 它将会特别愿意 来购买这个公司的产品 因为它会非常认可你的这个行为 那么从潜在消费者 变成真实消费者 从而变成你的忠实消费者 提高了企业的什么呀 销售收入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 如果说一个企业非常注重环保 它的社会形象 它的企业形象 就陡然增加了吧 陡然提升了吧 那么一旦一个企业非常注重环保 那么它将与社会的这个关系 它与当地社区的关系 会大大改善 那么我们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企业经常排放这个污水 经常排放有毒有害的气体 那周边的这个local community 不堪其扰 这个企业与local community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很和谐啊 不会啊 一定会非常的紧张 并且这个公众对于这个企业的谴责 也会很多啊 那因此很难形成一个和谐的局面 所以环保对于树立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 也非常有帮助 好再来看我们的第三个优点 people啊 也就是potential employee 这里指的是未来的你的雇员 may prefer to work f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还是同样的 如果这一群人非常关注环境保护 那么他会认为能够为一家注重环境保护的公司工作 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所以会吸引到这些优秀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来为你工作 第四个优点 会吸引一些ethical investment funds 那么这些ethical investment funds 他关注的是环境保护领域 那当他发现一些企业非常注重这个领域 他更愿意投资到这些企业 那他们的加入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融资渠道 谢谢大家